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力量 比如说我们在医学专业的部分 其实我第一个建议 不要让太多的亲朋好友参与意见 有一百个亲戚给你一百个片方 一百种草药汁都没有经过验证 最后可能不是死于癌症 是死于这个片方中毒 你如何寻求一个正确的诊断 有时候有必要的时候 寻求second opinion 第二意见 中医的部分就要找一个合格的 最好有这种对情绪对心灵 又有概念的这样的一个中医师 来做一个整个体质的调理 我觉得这都是家属能够做一个 医疗上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当我们的家属罹患癌症 反而是我们更深地去了解他的内心的时候 他内心是否有一些说不出的苦 那如果我们在身心灵的层面 我们开始看到这样的层面 我们其实是更能打从内心去支持他的 除了医学的治疗之外 也许患者更想得到的是 心理上跟心灵上的被支持 而不是很多家属就提供一大堆的偏方 然后甚至就想 你就是不运动才会得癌症 你就是乱吃才会得癌症 反而是加重他的负担 所以我说这时候家属 不只是患者本身 自己身心灵要调整 其实家属本身身心灵的学习跟成长 也非常的重要 就不用擅长unch了 所以我说台中学习正生活 就是渠道心的学习 也不知道 就不用擅长了 Pi 打 大家